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打造一个高逼格黑厂iPhone主页 hello大家好我是LiPD 自从iOS14以来 iPhone就学习了安卓可以自定义主页的功能 但是我相信很多iPhone的用户根本就没有在意这项小功能 还在用这种翻页的然后呼出APP的行为 我打造我这个黑色系的主页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省电 iPhone15 Pro的续航比较拉垮 按照苹果用户自适应原则 使用黑厂会帮你省一点电 这是一个国外的博主经过严谨的论证过 第二个就是好看又好用 好看我就不多讲了 这个东西人者见人的审美 反正我是觉得我这个黑厂还是蛮好看的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今天分享的一些小技巧 能够自行组合自己的组件 根据自己喜欢的色系网上也有很多参考 来打造自己的小组件 平时跟朋友聚餐的时候 打开你的桌面 让朋友眼前一亮增加你的话题度 好了那么好用是怎么讲 来我跟大家过一遍我的主页好吧 最上面大组件我就安排了我的车辆信息 特斯拉正好是一个黑厂的应用 还有包括现在那些电动车都会有比较成熟的APP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品牌好吧 有了小组件它不仅好看 可以方便的看到我车子的电量 以及看到我哨宾有没有启动 解锁提前打开空调都是比较方便的 我这里上滑就呼出的是地图页面 我可以直接输入我现在导航需要去的地址 就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第一个板块就是跟我的出行相关的 中间这里我安排了一个好看的时钟小组件 iPhone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大家懂的就是看时间对不对 一万多块钱的电子表 这个小组件还可以向上滑动 时间内的股指像护身300 上阵指数深阵指数老粉都知道 我在做博主之前在证券公司工作 虽然哥已经离开了江湖 但是还是要看一看江湖的恩怨情仇 旁边这里我特意用了一个白色的日历 就是把我的大面积的黑色主页 增加一点量的对比度 并且平时你拿出来对吧 直接跟人家约几号几号 你有没有空 你可以一目了然 这样你的黑色主页 就可以有一个白色的点缀 显得很均衡 下面这块就是我的操作区域了 这块区域比较重要 就是你平时最常用的APP 我建议放在这块区域 因为你单手握持的情况下 大拇指可以非常方便的覆盖整个区域 你点按起来就比较方便一些 当然你也可以放一些 平时刷具的一些APP 或者是点外卖的APP 都放在这块区域是比较方便的 这里特意在最左下角 留下了苹果原生的音乐APP 因为我是苹果APP的会员 就是为了听周杰伦 而且他整个UI做的比较原始 我很喜欢一个原始原厂的那种感觉 这种霉红色的APP 放在这个左下角 就直接提亮了 我整个黑白主页的这种感觉 让这个黑场呢 有了一些活力了 最下面这一栏就是 可能平时的一些通讯啊 电话微信对吧 还有我一个作为摄影博主 经常用的拍照和相册 好吧 所以现在就是我花了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打造的一个苹果的黑场的 我个人感觉比较好看 又好用的一个主页 好 那么接下来就简单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实现这个主页的设置 首先长按任意一个APP 直到APP开始抖动 这是我们熟知的 删除APP的操作模式 然后我们从大的组件开始整理啊 左上角这里有个加号 咱们点击进去之后呢 就开始进入了小组件的编辑页面了 首先我们找到特斯拉的应用 进来之后啊 选择这个长条状的气泡 点击下方的添加小组件 咱们的第一个小组件就做好了 接下来啊 咱们把地图的横向的小组件呢 也添加到桌面上 然后呢 拖动地图啊 跟之前的这个特斯拉的组件呢 重叠 系统呢 就会自动把它们放在一个框里面去 这样的话 我们的翻页形式就做好了 以此类推啊 当然了 如果没有汽车组件需求的朋友啊 可以在第一栏放上这种全屏时钟 这种黑白时钟的效果呢 也是不错的啊 然后我们开始编辑我们的第二层 方形组件 我们添加的是这款方形的 日历这一步呢 也是以此类推啊 那中间这里呢 关于时间的应用呢 我已经做好了 最下面这个区域啊 可以放我们最常用的八个APP 那我们待会呢 再统一给他们换图标啊 首先我们先把背景换成黑色 找找感觉 这里呢 我自制了一个黑到生灰渐变的背景 再加入了16毫米胶片的一个颗粒感的效果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回复留言说想要啊 那么下次呢 我给你们分享出来 换上黑底了之后 一瞬间就有耐味了 对不对 即使我们不换图标啊 也是比较好看了啊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做的极致一点 就是把我们这些常用的APP呢 图像给它全部统一换成黑白色 那这里呢 你需要找到这个快捷指令 右上角这里的加号点开 设置一个打开APP的指令 微信的图标点开后面这里啊 选中微信 在最上面这里点开之后呢 把这个快捷指令呢 重命名啊 改成微信 然后在这里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换图标的操作了 把事先准备好的黑色微信图标 替换上去 然后呢 点击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的话 你的黑色微信就做好了 这其实是做了一个镜像快捷键啊 本身的绿色微信呢 也还在 黑色微信图标呢 只是一个快捷键而已啊 不过丝滑使用 那接下来呢 就重复刚才的步骤啊 就可以把图标统一换成黑白色 那至于这个黑色的图标 到哪里去得到呢 这里推荐一个叫Ice Green的应用啊 进入这个APP之后呢 搜索黑色 这里就会有一个主题 里面有一个硬死黑 点击这里的安装图标 一般来说啊 我们日常主流使用到的APP呢 这个作者呢 都做成了黑白色了 然后选中所有啊 保存到相册 这样的话 我们待会就可以一一对应 统一使用了 对不对 OK 那么本期的小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Respect 吧 Valeu